你明白了 往庭的那个 哪个胳膊公里 这最简单了 几个小时你就能滚 你只要静 为什么要静 说什么还要静听啊 这脑子里头就跟一个水池子似的 静就好像一滩很平静的水 你这人一破 他就有个影 你往池子里一看 哪有个石头梗 哪有块石头 你看着特轻 所以他那个推 他稍微的有这么一点 你就感觉到 一滩不敬 是一滩浑水 你什么也看不见 你就认为问洞 你听说洞不动一想 你再看 你不知道扔到这个池子是什么地方 所以在这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练 他一个说 你要练好了听听 他要攻击 你练一个阶段 不用很长 他以后他心里一想攻击 你现在想推我 他两边全过来了 是不是 收回去 你一边一边摸 你看我闭脸 他锁过来了 我想让他妈你看 我把内气往上一放 你看他脖子一疼 他就从根那里就被他断了 你你你你现在现在他两个一一块来的 你看 所以我一打从墩上就给他断了 你现在换换换换个样去 左右边来的你看 你看右边 所以我们要要把这个练 很容易 因为大家他不练 过去那个书上说的他都是航母 他没说清楚 让你感觉 你不知道这感觉怎么去练 其实就这么 就是了 我这一个哥哥 你看他拿俩手 大家看这 大家看 他他他他他他没手推我 我这闭脸我都是 你看他俩俩手一会儿过来 你看 我只要把内心一放 就从他脖子就给他断了 你现在一个手一个个过来 左手过来 你看 所以大家要要训练 大家缺席 你们四个一比我 俩的脑 你就听出他胳膊的动向 因为为什么大伙可能是你说的太容易 他就听见人家都老了 他练着不对 就是他走的那个方法不对 我们要注意这个这个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动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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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